本期视频来更新一台神舟葬神笔记本的维修过程 这是一台网友寄过来的一台神舟的葬神笔记本 看一下这位小哥写的是什么问题 玩游戏时突然关机 然后就无法开机了 拔掉电源后还是不能开机 无论怎样都开不了机 看起来好像是不通电 接上电源一点带机电流都没有 0.001 这个带机电流就不正常 按开关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完全的不通电 不上电也不开机 看来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直接给它拆开 直接把主板给拆出来 拆掉C壳可以看到它的主板 这个主板应该是同方代工的模具 表面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问题 把散热器拆开看一下 拆掉散热器之后发现这个位置有明显的烧焦痕迹 这边有一个MOS管烧焦了 这个管子是这个板子的保护隔离电路 看来是公共点有问题了 来简单测量一下看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明显烧焦的MOS管 可以测到它已经是完全击窗的状态 第一个管子gamer over了 看一下第二个管子 第二个管子没有寄窗 还有阻值 这个是N勾到的MOS管 第二个管子还没坏 这个电池隔离管也没烧 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一个管子烧掉了 第一个管子寄窗了 导致第二个管子不导通 工作不正常 所以电源接口的供电 只经过了第一个管子 第二个管子没过去 所以它公共点就没有电压 自然也就不上电了 测一下它公共点的阻值没有短路 公共点的阻值正常 看一下其他的供电 这个应该是桥供电 待机商点商辅都没有短路 整版都没有测到短路的地方 看来烧这个MOS管跟后端的供电没有关系 只是单纯的原件本身问题 可能是平常的功率流过的电流太高了 导致这个MOS管顶不住了 它裂开来自焚了 测了一遍 都没有短路的地方嘛 那直接把这烧焦的管子给换掉 把这两个全部给换掉吧 因为这两个管子是同样规格 同样型号的 它们两个是创联的 所以它们两个流过的电流都是一样的 一个烧了估计另一个也顶不住了 第一个很轻松的取下 但是另外一个却拆的比较麻烦 它底下已经烧到一块去了 粘到上面了 镊子是取不下来 只能拿刀片给它撬掉 下面已经烧浓为一体了 这个MOS管和PCB的焊盘 这个焊盘还在 焊盘还没掉 焊盘也没有比较大的损伤 先给焊盘上加点锡 方便等一下装MOS管 找两个N勾到的MOS管 给它焊上去 OK 现在这个电路已经换好了 烧掉了两个元件都换掉了 插电 看电流板上已经有正常的待机电流 0.03 公共点电压19V 正常产生 这个MOS管的基级 升压25V也正常了 两个MOS管都正常导通 这才是一个笔记本主板 公共点该有的样子 下面按下开关 灯亮 主板正常上电 电流跑得很欢快 看来这是要亮机的节奏 看电流应该是已经跑码亮机了 下面考虑装机 接上屏线 看一下能不能点亮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可以正常显示了 因为拔掉了小电池 所以它第一次开机的时间会久一点 它会反复循环上电掉电 OK 屏幕已经点亮 可以正常进入BIOS 关机 下面找个硬盘 进入系统来测试一下 进系统之后 各功能测试也都正常 跑分也OK 看一下它的配置 是i7 8代的处理器 GTX1060 6GB的显卡 性能还算可以 也是当年的终端游戏本了 问题也不算太大 请订阅转 partager